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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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哪能满意 各位 满意吧 满意吧 欢迎各位来到本店 下面介绍一下电规 在聊天的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指导 歌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能备心结账吗 可以 什么都可以 你当然可以 可以 把你压着也行 没问题 这几个人都挺没信心的 觉得今天应该就交这儿了 我跟你讲 你要说大连人没有信心 你是不了解大连人 为啥 大连人都觉得自己可有信心了 我觉得体球都是看不上别人 看不上那几个人 我觉得 都会 都是大连人 我感觉 体球都是感觉自己都学 现在是东北路球王还都没怎么上墙的 就上了个谁啊 大师啊 东北路 王大连也是吧 都懂不懂 我也懂不懂 他们东北路有球王吗 有几个球王 有谁都谁 我们实验超党了 懂了 这一句就明白了大连人 你看大连人 大连人表现出来了 人出来人少啊 你要这样出来 就东北路出来了 东北路工人几个球王 秦胜一个 江城一个 江城一个 江城这次 江城没提出来援武 没啥呢 没啥呢 小时候我俩一个一打一打 直接腿端 从那以后就以下就完 小时候这次球王 你们是平常都不聊以前的事吗 怎么今天来了之后 就开始回忆过去了呢 我俩人生二十多年 田田狗从这二十多年了 他俩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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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人 脱只好 该起的 该起的 吃饭了 就是三宊 09万年了 可以有 können 之前彼此也知道 我们活在东室打得油色 打那天打更白铃比赛 她要在西港评测 小时候都一起打个比赛 都知道彼此是谁 三室最初名的 是董方卓 每个队只要一一根东北路比赛 就是董方卓来 就是那种形象 我们这批谁都还行 都行 你们你看说这件事 八五一波 八五强 八五这波强 大连太多了 对 说八五强 咱八五也强不过八一那批 我倒不计要咱能输个八一 这批也是一种自信 八五你打荷兰四星赛 这都是经过球的人 所以当时大家对朱婷的印象 都是那个八五四星赛 那个追风少年 追风少年是瞿布尔 对 我是顺风少年 低低名的 顺风 好顺风跑得快 低风肯定不行 体重开轻 你有点不适合跟 没习惯跟大连人说话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慢慢发现今天是个坑 那时候那一批 像什么董方卓把他说 董方卓实情态都提不上 也不能说提不上 当时就是整个阵容都已经摸好好了 他去了时间太大 他来得晚 吃这张股吗 封入我的发情 你去哪呢 这应该是打豆腐那场了吧 第一场吧 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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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时候永远是那个西纸汤 是不是叫西纸汤 他哪一招 两个月没回家 有这个豆腐已经不错了 哪场记得去 第二场 第二场 这张图上如果除了后排的这个冯萧婷还在踢的话 还有谁在踢啊 都在 都在踢啊 不说赵名都在踢啊 赵名还踢吗 赵名好伤了 赵名不踢了吧 小谈呢 小谈呢 他没支好 小谈在先进 太大了 太大了 但是感觉就想象的85这一批踢完身影赛应该是世界群应该是往上走 但是好像好像还挺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快就还挺平稳的 我觉得除了我以外其实其他人都挺顺利的 我觉得公正说啊其实还算挺幸运的 嗯 这个年纪了还在踢球 咱们吃了十准赛回来这一批啊 已经可以了 这样 像我们十准赛到次回来就大20岁 在各个地方都有了已经能打主意了 本身就是已经是已经是证明自己了 你能看货币力啊也赶不上也哪一批也赶不上8587那一批啊 不上 开掉价87这一批 85这批确实挺好 87这一批啊 唯一就是他妈咱那天在屋里讲的 就是呢那个事情 亚生赛 实情赛这些难没出来 所以说对 那怎么不太要人机了 81和85好玩哪呢 那个81年那一批打身体赛 打阿文廷那个 我们这一批打身体赛 您能让人更多人去记住 87年就开个头 就是 明星用实情赛就是冲死了 你还去了吗 那年吗 是吗 甲斗带那年 那年 我就想着你要犯规了 对对对 我就想着你要犯规了 记得当时亚洲联说 中国队是夺冠最大人吗 第一场就把欧洲 当时欧洲杠规划的话 那个压入 给他赢了 1比0 对吧 嗯 到时感觉稳了嘛 到时感觉陶战塞跟越战 想到你看到越战 现在就是现在的 挂的框架全是你一批 全是你一批的 但根就在你们那儿 从106年底那个没出现 然后到现在12年 就再没出现过 咱就是知道达的事情在 达不到身份在 85年这一批 也是满满就要给您淡忘 就是您的主成绩才能让您记住 现在队里你们仨 就是平常除了训练啊 比赛什么的 会经常在一起吗 咱俩多了点 你俩多一大 咱俩 你俩 他们回家看什么 年初杠回的时候 感觉老鼠杠回大状 我一看 太冷酷了 现在打状就得了 你看 你是什么样 初来不说话 就一直是这样 他常外一直会不说话 这些老师也说过 话题重结者 就是不太会说话 一说话就人家都聊不暂时 每天训练来了 在这做换衣服 换衣服训练 自己就走了 走完练 他跟你三花多了 也就我能跟他聊些几句 他们俩认识那么多脸 每天不还就三句话 所以我跟他 我主动嘛 主要是 比如现在是更衣室 你见到他了 你会 平常会主动跟他打招呼吗 我会 你打招呼 他永远不会 怎么办 这对你大佬啊 对啊 对啊 自己姿态摆正了 这都是 从窗洞神 咱们这谁都在说大佬 有大哥在那 咱们在说大佬 他都是小弟 平哥 有大哥在那 你有没有一位性格比较内敛 不主动而失去朋友 他有朋友吗 哈哈哈哈 原来这么回事啊 他就有一个朋友是谁 周主志 是 好像是 但是他应该在上一季的节目中说你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谁都控制不了他 他就是天马行空 他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小时候 其实他是这里面人员最好的 他不是他不讲话 他有时候他可能在表达上面 他都是说 但是他信息绝对是好信 有每个基本上客地去大连 那时候大连不就是那个孩子能好点吗 他早上上机场 给他人朋友 不管哪儿 对来了 都拿俩合作 可能语言表达不出来 全拿行动来 那你是没给的 说出来了 没给的肯定就是怪气 还说你得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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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我能讲话吗 你就叫人我能讲话 如果说别人都在说你 在说diss你的话 你知道什么是diss吧 就是都在说你的时候 你会反驳吗 我说不过他吗 那太委屈了 你过得太委屈了 所以我只能场上我就停了 没有办法了 他属于杀伤型前奉 有点杀伤力 防守型前奉 防守型前奉 为什么十九队打后打得好 全场跑动距离 就是假如在那边有个速决嘛 他和高林似跑去躲 我记得那时候给高林定义的叫 防守型前奉 当时就是叫什么 叫什么假什么 老天 就咱那个老头 大年鱼 大年鱼 你们这个名字谁起的 谁起的 要不就雪日 要不就在那 反正就这样 我估计是 陈琦 应该是雪日起了 对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佳琪 就是你跟大脸人在一块的时候 会特别开心 会特别开心 而且什么呢 就是他随便那种你知道吧 就是你这个人他不爱说话的人他坐在一会儿 你坐在一会儿 待着你就听他们聊就行了你知道吧 你觉得减乐行 那我今天就做减乐吧 对 你觉得减乐 你再说说对里开心的事 对里啊 对啊 对啊 对上半年太压抑了 说不了 压力太大了 听起来一切压抑也不开心感觉 那有没有那种调解气氛的人在啊 你 就干这种活呢 你怎么办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我觉得多数人 嗯 一开始知道他的时候都看都听他那名 那名字 可能 你想想干干干嘛 对吧 对吧 还是这个名起的哈 我跟你讲 前两天在爹里 两个小孩在这街上 我估计十四五四吧 小姑娘呆在小小子 你看 这是咱干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回头来 干干干干 你都欠个名 其实啊 我挺挺烦的 这个这个这么讲的 啊 但是他们可能在心里当中就感觉啊 这个就可能是一个你的称呼 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才挡回事 也不是什么好词 其实说的人好像没有其他的意思 这个东西啊 体修其实 本身就是娱乐大宗的 能不能赢 对 你愿意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能赌下去吗 你全场四万多赢 又三万多赢 那么含你 你能怎么办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你肯定 海连世纪的气球 心态最好的就坐在这儿 心态好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 比如说你遇到过最让你接受不了的一件事 但是你还是觉得算了 那事儿太多了 现在真的好 你看我们那个愣给达达达达达达那个球 不愣给他我进去挂地了 温川迪之间的时候我在成都 你这什么事 活最关键 什么事 哪有什么事过不去的 达达达达达哪个球 不想对 野萨吧 野萨那个嘛 就在我边上 那个我跟边上上是你 那什么比赛 那什么比赛 中山啊 中山啊 刚打个第一年 妈妈愣给人家了 挂地教练给在上面看了 看完就怎么回事 你该怎么回事 这是有改变命运气球吧 你看信多大 那个人后面都走着了 你走着能怎么办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对就这个吗 一个单刀球我给扶过来 麻烦了 麻烦了 回头以后 麻烦了回头 两人全心都满事了 这哪年是 12年吧 12年 两年嘛 已经连赛打上了 中假打上了 就不打中放了 第二年 所以现在还是挺好 自己调解 那怎么办 他死了 他不得活了 你记不记不记 就是你知道他那种开心 那种放开的 不是说逗大家笑 是他也在说自己 你知道吗 让大家觉得OK 就这事OK 没事 什么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其实这个完事以后 我能有个十点八点半个月左右 我好像就感觉 但是就是后边的比赛 会多少有些影响 但是你等这个事过完以后 回头再看看 一二年 就是个 就是个共同的命多好 都是命 那你首先命好还是不好 算好的 对吧 同年这一批一张的 你不能就看 最好最好那些 你看他 跟自己比吧 一年比一年好 就行了 其实在那个去年 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的时候 当时我们店里来了 周庭 那个时候是刚冲超成功 对 周庭当时说了一件事 说那个冲超之后 当时你们是跟谁打完之后 已经确定可以冲超了 然后晚上你们都吃饭了 他没吃 还在看着另外一场比赛 他们 你们那个几分 结果确定你们应该稳了九分 然后在群里发了个信息说 我们兄弟们 我们确定可以出招了 结果没一个人回他 有这事吗 有这事 有这事吗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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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头啊 就是 这很文规 去怎么办 行 我们出去吃吧 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比较塞啊 就是完了他们打了夜场 也睡不着觉 就好打个麻将 三个人出去吃饭 就他自己在屋里 他在群里啊 跟我们那个群里 罚了一个 孩子们快点吃 早点回来 这是老父亲吗 老师给我们勒回了 那也算是 冲了嘛 很高兴 大家在玩耍喝了点 耍喝了点酒 后来叫豪顿叫他弄 就是没陪他打麻将呗 对吧 没带人玩呗 最高兴就是那个 整个整个就是 庆典都结束了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 周教授 哭得跟小孩似的 他是真热 睡觉越大越正气 他就是 你就看在健身房里 握推还有下蹲的 就摆了最多了 都问这谁啊 本来不是你擅长的 谁也不知道谁啊 所以我一问是老婷 老婷啊 他现在还这样吗 还这样 天天的健身房 谁能起老婷这样 他都是有一点道理 对 这话 和他那个 曾志 曾志 对啊 你们仨会选一下 你们仨之间谁 最多 我老朱 你 差不多 我跟他都差不多 他是最懒的一个 就是有需要了 他才去练 我就是骗子 他把很多精力都用在 活跃气氛上了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主要是为了 让大家开心的 对对 跟大官一样的 对 撩朱婷好累啊 你知道吗 整个没怎么说过话 他就这样 他这么多年就这样 就是永远 我跟你讲啊 就是你看我不知道你们永远 永远就静静 你知道吗 就生活中怎么发现呢 就比如说急啊什么的时候 没有 从来没有 我印象当中 我印象当中就一次 就一次 俺俩小时候 小时候就一次 你惹他了吗 我惹 挨揍了 他打不过 他要打个关他妈打死我 就这么 就这么一样打不过我 其实赛季初一开始那段时间 确实战绩也挺冷酷的 新教练来了之后 就是 做出的是怎样的改变呢 让队内暖一些了 成绩也回暖了 那时候你们慌吗 上来让上岗平了 他过来打开三十八五 你这回来不是成 要成为大连主主追人吗 那是追人 我一想 这不对啊 我觉得当时可能他们有些 对于队内队员可能没适应中潮 节奏啥的 节奏啥的 因为他们在中下 毕竟呆了几年三年了 再加上 你可能 在这个节目必须得 替我师父说一句话 你师父是谁 你又犯规了 我接吧 马林 因为他当时我打电话 说让我回来 然后他本来当时大连 年初本来就很动到 可能他俩知道 对 也没人敢接 他没办法 他可以把队给接起来 赶得时候也不好 队里各种关系也没理事 虽然没有用 那事 再加上 我们跟上岗比赛之前 本来才到 方方面面 这个锅他背了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们慢慢大家在一起磨合 可能在一个政府机场 这是前三场替完 说实话 在家里门都不敢出 当时大连兄弟也多 真棒 真棒 好久没有踢中超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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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第一场跟北京去这么冷 晚上踢 四万多人 要北京踢了三个 你说当时怎么出门 但现在还好吧 现在 现在 这赛季成绩算是无欲无求了 下半场成绩还挺好的 主场厉害 对啊 主场六连胜 没全胜 现在这个赛季成绩稳 别急 现在保际有点弱 这么少最后三轮 什么可能都发 都能发生 还有三轮 现在队里氛围怎么样 觉得挺好的 因为大家现在努力 现在掌握在咱手里 对 毕竟你 别忘了 你上百年你才拿了九分啊 对不对 大家都以为大连不行了 但是你现在 我们一起努力打到现在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我觉得是 我昨天看了个戏门 好像挺能说的 说咱很大 一部分是因为咱商品这个训练 在西班牙这个训练 回来这些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个观念 比如周俊来了以后 给这个队里 给大家融洽 就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劲 但是大家是以个性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有一些茫然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是见那些 我们就是要保险 报案极了以后 可能在未来的规划当中 都会很好 所以说大家 跟当时的这个想法也不一样 在一个厦门沿 那个C搭讪 来了以后 也给这个队里起了很大的 大了一个作用 现在就队里 现有的人员来说的话 大声在队里面 现在基本上 掌握着话语权呗 谁位呗 网红 大脸网红 叫教授 上次一个 上次一个 我跟他去训练一个球迷 过来 教授教授 签个名 我说怎么是 我是大将军 不是教授 这是你问的 大将军 来打断人家头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现在可以圣日 这个挺哥也没带海鲜来 对吧 今天要给我们店里留点东西 正好今天是山兵哥的生日 所以呢 就请这个 山兵哥的两位哥哥 画一下这个山兵小滴 计时90秒 来 3 2 1 开始 可以回你一下吧 我都替你紧张了 什么 我觉得还需要一点细腻 参观多一点 比如这个 就是下面那个在描描描 对 你看朱挺画的多认真 他干什么都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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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下角牵上特别的名字 完了完了 有筋了有筋 来来来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 余子先画作洋善品 过生日的洋善品 看吧 还行还行 绝对你们看你们觉得啊 绝对是头发 他头发长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眼睛也很大 眼睛大 行还行 然后脸略有点长 头大 你看 不丑就行了 对不对 你看 就是给你画成腿了 来来来来 70秒就不高 你都已经画成长方形了 可以 朱挺画作洋善品 你们有心下了吗 我会再不跟你说 你讲什么 他不有手机吗 你把手机把腿照片拿出来 跟这个像一样 这个脸 这不像 就是我在地里跟他画手太多了 所以他看这么样 这么说 你给老朱一次机会发泄出来 要不他会难受 沈玥不对 大雅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永远开心的人 你给他那么委屈 我发现是他昨天打完比赛之后的表情 有些失望 说得知道的呗 确实比较可惜 对确实 那寿星把这个叫给我们老板吧 老板 生日快乐 新年照我 先帮大家随便点 就是我 好勒好勒好勒 但我们小列最传统 但是也最容易起演的这个项目了 叫正问返达 在2012年的时候 阿尔宾当时与顺天的比赛当中 大纳拉克这个星球 将你推向了这个风口浪尖 你有没有觉得对方特别的不厚 有吧 有 那还是没有 这给人没关系 那是我自己的 问题都是处于在自己身上 你自己去犯了这个失误 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身上 对吧 如果要是这个事 要是套到我身上来说的话 我也会去这么做 我为了这个球队去做利益 我不是在跟你玩那个什么提高的 对吧 预备队的比赛当中 你客串过前锋出场 当初如果要是选择踢前锋 会不会这个比守门员 要踢得更好一些呢 会吧 还是不会 还是觉得守门员更适合自己 我几球早退一回下 一回一前锋 那么当时呢是时德清训出身 上一队呢也早 但是真正打上主力比较晚 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 生不逢时 会啊 人呐所有的路都是一步一步自己去走的 你走成什么样 你就是什么样 只能好就是你有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一个机会 两个机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没有把握住 可能导致 以后没有走到就是说更好的一个平台 但是回头现在看你们俩多大 这珍贵上一讲 去去说那个3334 那个3334 到时就在踢球的时候 想没想过自己能踢到这么长时间 我没考虑过 没想过 所以说到现在呢 也很珍惜 珍惜每一天在球队的时候 你踢球之余 还经营了一家烧烤店 那你自己觉得店里的东西好吃吗 不好吃 你觉得你要脚安定 他们跟明人去吗 据我了解 挺多也有这个一家烧烤店 阿连斯一起 叫曼 曼廷小斋 我们俩只是就是参与了一下 然后真正的老板 真正的老板在后面 我们俩只是 碰到前面的就是 当情商店人呗 现在就是拿点冲鸣啊 草屋 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 咱们就对着这个 这个相机 如果想选择大连最好的海鲜烧烤 请来曼廷小斋烧烤店 谢谢 在哪在哪 去了就大多脸瓶忙碌 你在场下话不算多 这个我们今天都见识到了 厂上的确痕火爆 是不是平时都把情绪憋着去厂上发泄 是 没有什么这关系 生活是生活 然后球场是球场 我觉得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这个生活当中的东西带到球场上去 这一点是肯定不会 职业生涯初期是踢前锋 现在位置是越来越靠后 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不是 不是 还是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有关系 但是昨天踢的这个位置 又跟前 最近又是回到前面 因为那个阿贤他那个被争掉了嘛 所以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就是更多的要再往前走一走 那除了在场上的位置开始开始发生变化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面觉得真的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了 跑动现在就是确实觉得要有一些 受一些影响 对 你自己说过自己天赋不高 靠的都是勤奋 那么05年世青赛 踢进那一脚非常非常精彩的倒勾球 是不是全靠懵的 是 当时就是 第一个是年轻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平常训练的时候 那包括这那个 高林 然后 包括董方卓 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 就很喜欢就是在天上飞 特别喜欢这种球 就把球打天上去了 对 不是 这种传统球很喜欢就做这些动作 就平常就像玩似的或者怎么样 然后可能当时也是下意识自然的动作 时德解散之后呢 你转回去了武汉佐尔 说实话 当时有没有觉得还能回大连 觉得呢 就没觉得 对对 出去了嘛 然后所有的心思可能都 都觉得可能 可能 既然走出去了 然后回家的这种可能性 就被自己在思想上给摒弃了 因为觉得 都没能留下 然后再想回去 然后就太难了 当时没能留下的那种感觉就是 就是挺让人感到有种绝望感 所以当时就没就再也没考虑过要回去 对对 所以你看到就是85到87这批大连最好的这批球员 黄年检陵人基本上没在大连足球这儿发过广 真是没有 真是没有 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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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是有好的足球环境 投资人什么的 得拿多少块钱 这个话题我们可以下半场着重的来 你的微博简称是破坏草坪的人 对 是不是因为你经常踢不到球光踢草皮了 怎么想的取这名 说实话 是不是 先说 是吧 当时感觉看一个什么挺好玩的起这名 因为我们老把这个草皮给踢翻了 你别说这名起完之后还觉得挺文艺的 你知道吗 你和王永珀是从小踢球到大的兄弟 那你觉得你俩谁的普通话更标准 感觉是他 对对确实是 我注意到你的好一点 是不是 但有限 是不是 反正我就受不了江宁 原来聊微信的时候 我得听好几遍 他在说什么 连听在猜 然后有他打了个底儿之后 听其他的青岛人说话 好多了 我们老板就好多了 现在好多人说新闻发布会 听不懂那谁李小鹏说话 国家队有一年选队长 选的是赵运哲跟李小鹏两人二选一 然后队长要去给国旗选世界 要讲话 最后给李小鹏耍下来 听不懂普通话再说 然后要招进几个党的队长 你经历过的教练当中 你认为马林卡纳马罗还有卡马乔 谁对你的帮助最小 马林吗 马林 人家他带我从17岁度从在辽宁 给我提上一对位吧 他就是给我带到这个圈 住住圈的 他也说过是这个恩师 那确实 一步步 确实 有点后期辽宁足球交付的 我觉得他确实受了挺多苦 以前大连哈尔滨有一年 或者在那个他高级年 觉得受了挺多委屈 但是我觉得他最大的好处他敢担当 他从来不抱怨 他自己的责任他永远是敢担当的 第一场我觉得他输给上港八百人 他从来也没抱怨 他全是总结自己 他是挺有男人的气质的 就很严重 对对对 我觉得男人最起码敢担当 这一点是我觉得挺重要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 叫情报战 首先呢先来说一下杨善萍 来自大连一方的朱先生爆料 杨善萍有个习惯 喜欢呢叫人伙计 不管对方年龄大小 在他嘴里都是伙计 哎 伙计 什么 你知道就把我叫做 跟毛泽坡许 青岛人是那个人 对对 青岛人愿意说伙计 他口头传 李白特别严重 对对 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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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也叫伙计吗 什么 小门 什么 女的是妈 妈 对 我们那也叫妈 晒小 来自大连一方的余先生说 杨善萍是晒娃狂魔 天天在这个朋友圈里面 发儿子照片 说是我老婆子 让的 就逼你发的吗 虽然是主权 不是被逼的 他确实可爱 哎 确实 多可爱 昨天啊 昨天啊 昨天照的 好可爱 昨天啊 多大 到一岁啊 他算了 十月十九号生日 不是 我问个问题啊 孩子这么大了 为啥婚礼现在才办呢 没着急吧当时 不办 不办一个 还是要给一个仪式干的 就给我老婆一个照片 对 余子谦 来自大连一方的朱先生 余子谦 有这个拖延症 连每次洗澡 都磨蹭到最后一会儿 这稳 稳 稳啊 真稳 除了洗澡 其他都亏 你哪方面都快 就都快吗 哈哈哈哈 你还是个宝宝 我们这个节目太虎了 他说了 他说什么了 这个人 你要老真是口 我怕你老不下去 他你一会脸红 对对对对 拖延症是真是 园炼 上来画衣服嘛 都洗完了 他还没追我本 他还没下去呢 啊 就在那坐着 光着 就准备一个 晒干的意思 就准备晒 心里有海 对对对 就感觉就感觉在海边似的 他自己脚手指甲 就是自己一个手的手指甲 就是一个手指的手指甲 他自己能哭半个小时 下一位到朱田 来自大林一方杨先生说 朱田特别冷酷 在队里一天也听不到他说几句话 就刚才说过哪三句 他俩一屋 他俩一屋 说了三句话 就睡了 起来了 吃饭了 什么都不是这么觉得 对的 他心情好啊 说一会儿跟我家来个话 比如今天对不对 今天心情好啊 今天心情好啊 他把未来一种话都说完了 可能来的时候再车上 可能跟老婆聊了几句话 能比我开心 哦 就别人说是冷酷 你会介意吗 我愿意冷酷到底是吗 中华小学库又来了 你啊 也不是 真不是冷酷 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给你一个眼神 你自己体会 好 你跟你老婆那时候认识的时候 你也不说话吗 给你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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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 还真是 结结婚 好了 哈哈哈哈 他老婆认识的时候 他俩都这么大 啊 他脚上认识 真的吗 轻微的吗 来说说 走练 初中吧 初中 多少年了 好了 任人 二十多 烦不烦 我觉得他老婆也挺烦的 天天不说话 导演导演给他挺烦的 哈哈哈哈 来自大连一方 于先生说 猪铁物 除了鱼肉 什么肉都不吃 就是今年 今年 今年年初开始 今年开始 那个叫吃鱼素 对不对 不是 我就是单纯为了控制体重 但是大连海鲜这么多 海鲜我也是 但就 就把那个牛羊肉 牛羊肉 猪肉 鸡肉 铲 你坚持多久吧 就是从一月份开始 十个多月 你有本事把海鲜鸡啊 很烈 刚才没什么 他过来现在把饭都鸡了 看着行不行 那算甜了 修签成功了 但这个也确实咬牙精神可以 好 那么料就是这些 之前是那个谁 安琪过来 安琪王鹏 对王鹏 我想看看你 其实我五条其实是张华 但是我看张华他们踢球 俩风格有点像 对 男孩感觉到次打一拼 男孩不踢球都感觉 说不出血感觉在大连 大连 就那一只 就那一只 所以我就说嘛 你告诉我 十个万达什么五对的 体队五对三对四对一对 那只洞门鹏真是抱不上面 场地全是人 抱不上面 阿琪小时候踢球 反正我是 假条件一半 反正阿琪小时候逛业一起长大的 就是 你不用听我演示 我假条件要更长 对 小时候条件都不 就是体球淡存了 不是 我当时踢球不是为了我喜欢 反正我是为了生存 就是为了以后找楚禄 再一个当时大连足球环境也好 对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是能体重的话 你在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的话 社会地位 经济的经济什么 都有一个很好的层次 确实你是万达影响力太大了 你们那时候进队的时候 队里边那些大神还在吗 都谁在你给我念的念的 当时最晚是张晓华 郝一栋 李明儿 孙女孩 因为他们在四楼顶那个屋 然后 孝儿哥不孝儿吧 孝儿哥那时候不在了 但是谁 李明儿在 但是那段时间 八一年就 上去的时候 八一年就已经挑大量了 其实有很多技术动作 都是去模仿人家 看人家平常训练怎么去练 教练 再怎么你知道吧 他是语言去表达的 你肢体会更快一些 就是说像我们这一批好玩好在哪呢 上一队走 知道看了老子是怎么提的 然后慢慢去模仿人家去学习 说你们吗 说 当时谁骂我骂的最新就是 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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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时上去以后就是更好训练 我们主要认为什么 当时是那个鸡米李默 那个首演教练 他就是什么大提不理 就让我们去负责这个体球 提不好就骂了 就像你现在一样吗 咋骂啊 骂得可难听了 我听这个好像感觉骂得可难听 你还回首的感觉 就感觉是在这个阶段 就是现在我觉得我弟子那天 好像都是很瘦的人 骂你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有点 就是干这个活 就是你只能说就是你 你要回头叫我想想 你确定干好音不就不骂你了 你还是你自己没错 现在真好 确实那只跟他们有差距 有差距 差的不是音乐半点 但是就李明教怎么传纵 你模仿不上来 你怎么进去模仿 就他那个 他这个传统直打打打 然后到时候还跟我上来 当时好像打那个主场不打雅关嘛 然后是四比赛数了那场 之前前一天是那场的 刚好我右腿有点上 加上我拿左脚打你 你根本就没有用 当时打那个左手脚就太平均了 你能这个传统放到现在 也是你男坡完 就是那个时候 大连整个最辉煌的时候 然后包括这些球员们 上古大神们身上的那种 足球上的气质 你觉得你们这一代身上 有传统下来吗 我觉得我挺喜欢 周志跟我说一话 不要去做比较 他们那一代 有他们那一代的好处和优点 或者有他们的辉煌 所以我们这代整个时候 去努力去做的更好 实在不一样 实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就是 我觉得这好的东西 还是应该坚持 对 唯一的就是不同的就是 我们这一批人 没有像他们那些老的一样 就是一批一批的人在对 就是有断代 我们现在就剩几个了 二百多 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 努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 是做的最好的 没法能超越他们 八万吧 怎么超越 恒大也没超越了 看几年呗 看几年呗 对不对 恒大也没超越 所以不能去比较 好 虽然那个气质 是什么 是成绩在那儿自的 当时大连绿球 现在可能像那个恒大 拿不了关键 就是自己做的不到 所以他们当时 从骨子里体现出来的那个劲 正就不一样 所以我感觉这大连球 其实体称价力很大 因为什么 球迷的胃口太高 大连人 就太喜欢做球了 对 你想我们现在尝尝这个上座绿 这次全满了 长长三四万人 这还是到现场的 电视机眼前 主场打上岗 四万多人 刚一进场李帅都梦了 李帅 上面也打很大 上面也打很大也是 所以这人输球都爱出门了 真是看的人多 球迷太多了 前三连百以后 真是那阵 确实对于反正也没什么信心 那阵踢得越踢也没信心 转折就是上岗的那场 对 挺过来了 上了那场赢完以后 一切都好 现在大连小孩现在踢球多吗 我们那时候是少了 很少是吧 但是现在还要太正规了 就是家长 就是送还要去踢球 稍微条件好一点 怕 客了 吃不了苦呗 我觉得球件好一点 踢不出来 踢出来 那时候说 你看现在中国 现在好多球员 年轻的就没有投球 那前面哪有投球 不 现在年轻的 怕偷了 不敢练 不是 现在年轻的关系 现在前赢得太后赢得 他不像我们那只 凭个实力上运 现在各种政策什么的 对 像我们这些球的教练 真打真踹 现在孩子 都不敢打 都不下场 还敢踹 基本上要哄着玩 原始书告图 这个阵势 当时我们回头想一想 当时成岛成年费 打我们打得最凶 但是回头来说的话 我觉得咱们这一批 最应该感谢就是他们 一个就从最基本上吧 我们这一批几乎没有抽烟 就当时要爪着了 就往死里打 再一个就从球机上来说的话 也是 你看现在多少 他手底下呆出来的人 他们那一批 那一批 全是成岛呆出来的 三个人就是行进肩传球 然后又做配合的那种 船大了或者船失误了 走 跑 就从我们那个训练的基地 石灰石光道士的训练基地 跑到就是五六公里之外 然后再跑回来 继续穿 又没穿好 再跑 那时候多大那时候 十几岁 九六年祖队嘛 九六年祖队嘛 他比阿门小 他是成岛带完我们给我们卖了 然后重新阻了他们 他整块比我们小一批 我到时苦不像一样 拿着全国冠军 阿门一批 我就记得有时候就是 有一次在石德基地 成岛也大 我没大行 我就直接这么教 因为这个称呼 是必须要这么教的 觉得是一种尊敬 在那个石德基地的门口 在那小栅栏门上来 在那往里看 好像说要找谁 包含不让进 我这出去 我一看 我说怎么能成岛 他说过来看看找谁 我说 这是我们恩氏启蒙教练 一起进去了 进去完后 那个当时石德在一楼 就在打开球战 那个地方 会有个小圆祖 我当时记写写 然后咱们这个 当时成岛带来队员 咱们多 我上楼上给敏 续日 然后放庭 全磊 包括当时谁咒游 都在地里 然后给这些 果量 当时嘛 我记得多了一圈 那个七八个人 哎呀 我就感觉当时成岛 那个表情 就是有点快苦 那个表情 我们这批人 是他最喜欢的 他带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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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高现在这个30多岁的时候 就是更远远去想想 以前给过自己棒 你想把大家说的爽拉倒这些 其实我们现在这些球员 每一个球员 提到现在这个 提出来的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他 最一开始给他 带进这个行业 给他打下技术 打下技术的人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这个人 其实你带出来之后 以后路怎么走 还是得看自己 就像杨珊瓶去年去了玄建 是吧 感觉也 包括从初唱到后来 也不是特别的顺利 今天要回来 我觉得正常 挺悲人 我觉得 除去我这个 没有说 一直在高普 才能有个低谷 我觉得没什么 就看自己的心态吧 最重要 去年下半年的玄建 确实是关系 但是你后来想 就是要经历 对不对 你经历过这个东西 你才会 以后 才会 觉得才有 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东西 他私信 他总会去法国 对 跟太太这些话 都提了你 是吧 这都是反话 心态好 心态好 基本上 就在大连多为鬼阵 但是大连现在来说的话 讲点心里话 就是您现在是在最高峰的时候 现在全中国都没有一个好的阵队 他现在就是不逛在这儿来说 全家还想要他重新再回去呢 我感觉还有更大的平均 他脸蹦的蹦的 我觉得现在做好眼前的事吧 帮助大连球队 能今年的保住期稳定一点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 是他的事 成熟还是他年底的看 其实说白就是 往大连时候对得起大连速球 你帮我大声你说你半场回去 对吧 真要说 真要是叼了 叼了 这不成罪人了吗 后果 不是说罪不罪人你自己 你是不是觉得 你心里过不去 你心里过不去 丢壳不丢壳人吧 就是在赌 大连很多都想回来 回这个球队来效力 对 谁不想跟家里踢球 包括你看周天回去 这么大岁的时候回去 对吧 还进个球 哪个队也没有说大连上是 全是大连 就对不对 每个队也不可能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所以你什么全华班 你整个全连班 你看看 对呀 你说你现在可以说 哪个队没有大连已经 我现在 真是 好像就一个 好像是就一个 上岗 好像是就一个 终于明白 为啥秦桑 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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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各位说这么多了 其实 我也有 有些感触 因为我年龄比较小 就是没能亲眼见证 之前大连王朝的 那一段辉煌的时期 毕竟大家 在这个时间段 选择 以这样的方式 重新回到大连 陪伴着大连这个足球城 重新 就等于重现它的辉煌 并且能希望它 一直延续下去 我觉得这真的是 非常不容易做到 同时我也希望大连足球能越来越好 谢谢你 谢谢你伙计 今天其实对于杨战萍来说是特殊一天 因为是他的生日 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小店 比较特殊的一天 因为我们店呢 今天在这儿录制是最后的一天 我们即将也会搬迁到一个新纸 在最后今天这单 好吧 我们就免了 但是口号我们一贯口号还是要喊 加油就是挺着身子 脖子伸着 然后举着屁股 加油加油加油 不用带着 不用不用带着 学的像点就行 中超吐口秀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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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呢 我们也是为杨战萍准备了一份惊喜 因为今天是生日 呃 您的生日 所以就是来 哇 庆祝生日的一切 快乐 祝你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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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 哇 真的好快啊这个暗歌 许愿吧许愿 真是真的吗 当然啊 肯定嘛 你可以自己选择说不说出来这个愿望 好 愿望是不能说的 要不然就不灵了 来 姐姐没事 来吧 来 一口气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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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